Hello 大家好 我是Aibi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是大家敲碗已久 我也覺得是我本身的天職 也就是呢 開箱新架 我終於走到這一步了 我非常的感恩 今天好不容易拜託到了Vanessa 來讓我開箱她的新架 她的新架一定會非常美 我們直接進去吧 嗨 歡迎光臨 我的新架 大家應該覺得很眼熟吧 Vanessa呢 就是裝潢我家的軟裝師 嗨 還記得我嗎 二分之一的人都是 有沒有 瘦了 有沒有瘦了 好 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一個屋子它的基本資料呢 是中國屋 然後大概三十多年的屋齡 實際的使用頻率是28 然後設定為幾個人使用 就有兩個人使用 兩人 就卡口使用 對對對 情侶 然後我們是從新整合返修 所以她花了多久時間 大概四個多月 然後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相信有很多 現在正在裝潢的朋友們 在疫情期間應該很痛苦 妳覺得最痛苦的是什麼 就師傅一直在確責 事後 而且那個請假是沒有辦法 就是求求師傅就能來的 對啊 但是還有原物料啦 然後 因為Vanessa是個非常好客的人 所以呢 等一下大家應該也會看到 其實我不是好客 對 那時候設計的時候是 自己的發想比較多 還是妳男友的發想比較多 其實 因為我們知道男友也是設計師嗎 對 其實我們兩個就是 雖然是在美感跟使用功能上面 都可以達成共識 因為妳知道很多夥伴 就因此 對 我們兩半婚禮會吵架 裝潢也會吵架 絕對會吵 沒有一隊不吵的 一定會啊 還好那時候只有我自己覺得 好 那我們基本資料都跟大家講完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開箱Vanessa的新家 直接玄關一進來看到的就是 登登 餐廳 請問28瓶 需要放一個大概1瓶的桌子在裡面 這個我們是150公分圓的 然後因為大概可以做8到10的 妳家可有這麼多客人 我哪有喜歡板斗啊 而且這個桌子是大理石嗎 沒有這個是岩板 然後妳有發現它可以 等一下 這不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桌子嗎 對這個是就是現在比較新的設計師 內看式的狀態 好酷喔 對 然後因為Vanessa自己是非常愛花跟植物的 對 所以一進門就擺了一盆鮮花 我覺得鮮花跟植物 其實就是可以讓你整個空間 比較有生活的感覺 那這個檯燈也是妳特別選的吧 我覺得好像放這個空間很大的重點 我們選的稍微比較復古一點 因為我們的空間都是線條比較俐落的 比較現代的 但是通常這樣子的空間 比如說它會太冷 對 所以我會喜歡有一點溫度 所以我們會利用復古的東西把它加 妳是不是也裝了一些畫 對 這畫妳們拍完之後我就要收起來了 為什麼 這被風水老師打槍啊 妳看我多時髦的畫 喔 好漂亮喔 這個色系好美 欸這邊採光好好喔 房子採光其實有三面採光 採光好妳真的就是在裡面生活的時候 就真的心情就會比較好 對啊 然後沙發也很大欸 是不是又是男朋友的需求 因為他要招待非常多朋友 還是或許是提醒的關係 沒有 然後妳看其實空間有再加了一個這個活動的 本來做好是這兩桌 但後來覺得欸 進來空間之後 我的沙發好像可以再大一點點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活動的這個 把它再延伸 再延伸 對 然後如果我有客人來的時候 我也可以這一座可能搬到那邊去 這個很棒欸 流行變成Mershi 對 然後感覺大家就可以在這邊Chill啊 看電視 然後像我這邊選P 我的習慣我會把飲料或者是什麼 加一個託款放在這裡 對 因為它這邊其實有點像是小便桌的概念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我的沙發其實 沒有想像中的有造型 原因是什麼 就是這兩年其實很流行一些很有造型的沙發 但是我覺得到居家使用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考慮就是 使用性跟舒適性 跟耐看吧 對 我們其實還有選就是 進口比利時的布料 然後就比較容易清潔的 因為你知道嗎 不然這個顏色很可怕 接下來就是廚房 中道 這是我們的小中道 然後下面可能就是放一些晚飯的時候 這樣子 Vanessa的男友非常愛下廚 對 但我不會煮飯 你一拍過來就覺得有差的影子欸 是在哪 有一點可怕 因為這邊的色系 我覺得算是整個家裡面的顏色最沈穩 對 然後它的深灰色系配上黑色的一些廚具 所以平常它會在這邊做菜 在這邊 然後做好就會端到這邊 然後你就直接在這邊 它就餵你的 差不多意思 欸我覺得有中道很棒欸 因為我自己會認為啊 就是這種開放式廚房 然後你有中道的話 它會連接到客廳跟廚房它的流動性 對 一個銜接 很多人都會問說 因為我自己家也是開放式廚房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它的油煙 油煙 它會不會把這些油煙沾到你自己的外面 其他空間的家具上 對 你自己認為呢 我覺得如果開放式廚房 其實真的要注重它的位子 還有它旁邊的通風性 就是它如果在你一個房子的正中間 那確實不太好 欸 我覺得這邊很棒的是 我看不到臭油煙機欸 Dori 我們就是很注重功能跟美觀 然後美觀又有強迫症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把臭油煙機藏在這裡 它在這裡 對 我們用那個儲具櫃去把它藏起來 然後你從外面根本就覺得是櫃體 對 真的好厲害喔 欸我覺得這大家可以學起來 整個那個設計 希望它一致性的話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這一種 簡潔俐落 嗯 我們現在洗碗機也藏起來了 對啊 我來猜 你猜你猜 我們這個尺寸應該就這一扇或這一扇了吧 這個在除下那個濾水器吧 對 這不是 這一個喔 啊 喔 很多還沒洗的 哈哈哈哈 然後像這個平台其實也是可以備餐 我們這樣 那現在是一個 誰剛買回來的 為什麼這樣才會爆成這樣 那我跟你講 我懂 因為我們有天秘座協議在裡面 那個啊 樣品物時期啊 像品物時期就是甜蜜琴呢 然後像 我們就會檯面會做 很多的插座 對 因為其實現在就是使用電器越來越多 你們家插座真的超多的 因為就是我們很怕要用的地方沒有 然後可能搞的延長線很長啊 還是什麼那很好看 不想要看到線這個強迫症 你真的是最好從在裝潢的時候 就先把它寄翻進去 對 因為真的很可怕 我家一開始第一年也是 絕對看不到任何線 但後來就慢慢的 家電又變多了啦 小家電到時候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真的不要害怕 多做插座 插座一定要很重要 所以你們家沒有客人的廁所喔 就是這一間 這個 隱藏的門 對 好夢幻喔 這完全不像裡面的奢華風格 對 我們就是像說 好夢幻喔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滿暗中之災的 可是又沒有空間 所以我們後來就在廁所 因為廁所有水嘛 比較方便用水 我們就是在磁磚的座底 然後上面還用玻璃做防水風的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大型盆栽 對 我們這邊還有做排水 就是說 我雖然是直接加完花之後 水就自己排出去了 這樣 好聰明喔 我就不會有積水的問題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儲物軌喔 這個我告訴你 又是另外一個 我的天啊 欸你好聰明喔 我們就是很喜歡 我們就是喜歡把東西都藏起來 那這樣就不會讓人家看到就是 你一些雜物啊還是什麼 好聰明喔 然後放一些掃除用具 對 然後把它收納起來 真的太棒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去看你的閨房嗎 好喔 來回主卧室參觀 主卧應該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吧 我覺得對我非常重要 因為我很注重睡眠 這個人呢 他大概十點就會睡啊 晚上十點 然後七點就會起床 六點喔 六點 難怪他現在就是 就是已經累了 因為他等一下就要睡了 哈哈哈哈 然後一看一進來 我們就是會先用一個這個 不要一下就看到床 類似一個懸關的概念 這樣子 好然後再進來看我們 天啊 這個很舒服喔 對 因為主卧我是想要 營造就比較 放鬆跟溫馨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用奶茶色 去做一個房間煮掉 然後再用不同的布料啊 去呈現 加上一點凍食的元素 欸我跟你說 我必須好好的就是感謝你 因為我家的床頭啊 超多人問 然後我補上照片在這邊 這就是奶茶厲害的喔 因為我家的臥室的空間 真的很不足夠 對 如果你放一般傳統的床頭的話 它會佔掉很多空間 甚至門都打不開 所以奶茶那時候搶箱 可以騎招 它就把我床頭 掉起來 對 但我覺得這個是不是也是同樣的概念 對 其實我們這裡 房間的深度也是有點不夠 然後因為我的床也是比較大的尺寸 你變成把床背板的空間縮小 還有一個設計是我其實床頭上面是有樑的 你就是為了擋這個樑 避開這個樑 對 所以我們就是加後這個一點點深度 然後還可以看我的床尾 我跟你說這個也是風水老師教我 我們那時候在床的時候 其實床尾這裡有一支樑 那我們就想了一個辦法 用圓弧形去把它柔和掉 因為其實很傳統的蓋樑的方式 就是把它全部包起來 對 但是因為如果全部包起來的話 很容易就還是有零零腳腳 而且會壓迫 對 我真的也發現你用非常多的這種 很柔美的圓弧形 對 不只把樑蓋起來 還讓整個空間變得更柔和 對 像這個也是耶 這邊就是一個柱子 所以我們也是用這種圓弧的方式 把它修飾 然後這邊是收納嗎 不是耶 這個是假的 為什麼要做一個假的 因為我們就是 我跟我男友都有空間的 對稱的強迫症 天啊 你們也太延伸出來 你們真的是有強迫症耶 我們就是希望空間的那個元素 都是很一致的 所以這裡有 我們就想說這邊也延伸出來 這個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為我在自己家裡裝潢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什麼是明廳暗房 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那個時候 裝潢小白兔 就白癡的把最亮的地方 放在我的主臥室 以前他以為很美式的說 我每天都要被太陽叫起來 我現在超狠的 我現在超狠的 對我超狠的 因為每天早上的 都被亮起 6點 是不是也做了很多這個 其實這是比較新式的軌道燈 它裡頭的每一個軌道燈的配件 都可以調整 我這個可以這樣子 調整色溫 然後變亮 變暗 這是一廊這個規格 再變亮 然後你說你是用這個 對 好酷喔 這個太先進了 有需要這麼懶 就是大家最後手腳都會萎縮 對 每次都只剩大拇指跟十指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細微的設計 因為燈光應該也是你很擅長的吧 我覺得燈光是可以改變一個空間的氣氛 真的是 而且你其實一進來的時候 如果看到是黃光 你就會感受到整個 空間的暖 溫暖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然後如果今天我跟我男友吵架 我就轉白光 他都會說 我睡沙發 對 沒錯 所以你的主臥沒有廁所 對我的主臥沒有廁所 所以他就是僅此睡覺 對 因為我覺得這是個人 每個人的習慣 我自己很在意睡眠 不想被打擾 有時候是會有一些聲音的干擾 或是氣味的干擾 你說是便便的 沒錯 沒錯 而且你那麼早睡 男友那時候都還沒睡過 對啊 然後他在那邊上廁所沖水 然後怎麼樣的 我覺得很吵 真的耶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其實大部分 大家既有的裝潢概念 就是一個主我一定要配一個浴室 而且還是全泡的話 也會配更衣室 我們也沒有更衣室 為什麼 是風水 沒錯 你知道有聽過一句話就是 家有房中房 必有二房 真的是什麼詛咒 我覺得很可怕 很可怕對不對 所以最好 房間就是只有一個空間 單純的空間 我覺得現在觀眾應該 直接馬上摳那個設計師說 幫我打掉重座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新觀 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我們先不說迷信的風水好了 如果妳今天是一個很注重睡眠 妳很需要獨立空間的人 不需要被打擾的話 其實浴室 不妨可以嘗試的做在外面 對 所以妳自己的浴室在哪 喔 這樣子重點 妳說這個是浴室 對啊 來 加 幫我的更衣室才 喔這個要摸 好漂亮喔 這是一個 天啊 太美了啦 這是飯店欸 其實當初這間原本的浴室 是只有半間那麼大而已 因為我很喜歡泡澡 而且我每天都要泡澡 超愛泡澡 對 我每天都要泡 所以我就把這個拉出來 做一個比較像飯店式 對啊 開放式的一個泡澡的空間 然後再加上 這個是一個麒麟的空間 因為這裡有一次做泡 那我們就不用承板的方式 系統櫃的方式 把它做一些收納擺飾 這個太像樣品屋了 我只能說 就是一個樣品屋 妳真的有在那邊泡澡嗎 天天的啊 而且我覺得妳的五金選得好漂亮 就是這個空間的五金啊 感覺跟外面又不一樣 外面算是深色黑色 對 然後裡頭我就希望有一點小 折滑 就很適合妳啊 對 就小折滑歐美的感覺 這個也太美了吧 然後像我們在這邊 就有特別設計就是 第一個是這邊的動線不夠 所以我們的龍頭就坐在側邊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可以再做微調的 對 有一個妳有發現我的檯面很安靜 對啊 裡的那些什麼 要充電的一些 我們就是很知道自己會弄得很亂 所以呢 你看 我就裡頭有擦座 我就這樣吹完之後 然後再收回那個層體 這樣就是完全是乾乾淨淨 然後裡頭就是有擦座 然後後面就是淋浴間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空間就像是一個妳自己的秘密花園的感覺 沒錯 這就是我自己就是 me time的時間 我就會待在這裡 今天很開心開了Venisa新家 妳跟我們統整一下好了 裝潢到現在妳也住了兩個月對不對 對 妳覺得三個妳自己覺得最自豪 然後妳自己覺得做得最棒的有哪三個點 第一個是我覺得我們在燈光的設計 就是非常的多重 因為我是很喜歡長時間帶在家裡的 對 那但是因為妳每個時刻會想要享受不同的氛圍 嗯 這個在燈光上設計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它考慮進去 再來一個就是 大量的使用擦散 到處 妳走個兩步就一個擦散 對 因為是做這一行 所以就是有點沒有辦法忍受 例如說一大拓延長線在地上 所以收納空間對妳來說也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設計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就是居住空間的品數都不是很大 妳就會很巧妙利用妳的空間一些零碎的這種麒麟角去做一些收納 那有沒有三個一定有 不管妳裝好多少次 一定有覺得還可以在更好的地方 對 我們當時在廚具跟那個窗台台面是使用大理石 那其實後來我們覺得有一點小後悔 因為其實像這種會用到水啊 會用到食物啊 屋子的這種地方 其實比較適合使用國伴 對 因為大理石很容易顏色會染色 所以如果在裝潢家裡面的朋友 我覺得啦 廚房的空間最好就是避開大理石 對 那還有什麼事妳覺得 因為我就是有時候覺得 男友太大不太吵 我就會想說我自己去睡沙發 所以我當初設計那個沙發的時候 我是特別有把尺寸做成 可以有一座是單人床的尺寸 然後咧 那很好啊 對 但是我自己有試著睡過幾次之後 我發現因為它離窗台太近了 當時我們沒有可以先做隔音 所以這個能改進嗎 現在已經做好就很難 但如果在裝潢過程中 有事先想到這一點的話 其實可以再加隔音也 妳做 那還有嗎 大概就是這兩樣 我發現 妳是不是沒有警衛 對 我痛 很痛苦 沒錯 超痛苦 沒有管理員真的很痛 這個好像是現在我們很難取捨 因為如果我們希望是裝古屋 然後空間又大 空間大一點 尤其是台北的物件很容易就是沒有警衛 沒有管理員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屋子真的不用搭 就是適合妳就好 而且妳必須要在裝潢之前 就很明白的了解妳的需求是什麼 還有會在這個空間裡面使用的人的特性是什麼 對 通常一般的屋主應該還會有一個問題 就會是他們必須要跟設計師溝通 跟同胞溝通 這個因為畢竟我們不是專業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避免之後有一些遺憾的話 就是妳要非常清楚的了解妳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跟設計師要溝通非常明顯 不要很常覺得 啊我怎麼不說他應該會猜得到吧 沒有人會猜得到 裝潢在跟設計師溝通的時候 一定不要害羞 就是妳只要一想到妳就把它寫下來 設計師應該也很怕害羞的客人吧 好害怕 不然妳當我算命的嗎 以上呢就來跟大家分享 裝潢的一些心得 也很謝謝Vanessa 讓我看看這麼漂亮的家 中天財經頻道與情同行 連種會超音升級抗通膨 美國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了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這個通膨的問題 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 對 所以股市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這通膨的回擊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呢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經濟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下啦 分析師林永年 不藏私 投資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間八點 中天財經頻道 張耀廷和您與前同行 最頂級的豪車實驕 最熱門的新車嘗鮮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每週一週五晚間九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 靠東到10點點 豬豬哥來聊車 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全球獎金周報 2月2月2月3日 中榜登場 知名經濟學家 留美學者 國內智庫專家 對您聚焦全球大勢 這一次跟避險經濟對坐 所以讓他們大賠 關注美中台關係 大陸的軍事力量 要開始突破美國的封鎖 地方或是民眾不同意 美豬或萊豬的進口 其實是增加了政府的談判筒 掌握世界整理經濟趨勢 我比較擔心的是 大陸跟美國他們 所採取的兩個政策 就先要處理日本 核實的問題對不對 你核實不處理的話 日本絕對不會 把同意要跟我們談 美中六日晚上六點 正式上線 新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珍珠包、石斑 與費力入將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給大家 總統級的享受